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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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录像人是今儿超一次来的 啊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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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在那时 我曾经与一些游戏 今儿是专业的游戏 我曾经与一些游戏 我曾经与游戏 从专业游戏 到专业 到专业了 到专业 所以就是八年 我之前就学 从小的时候 从五岁半开始学业游戏 大概学了八年吧 然后等到我初二的时候 啊 我初一是我最后一年下那个全国围棋断业赛 然后没有下上 然后初二的时候就回家上学了 然后现在围棋就 以前是属于一种我的职业 但现在就变成一种我的爱好 嗯 我以前是 呃 我们省 辽宁省的冠军拿过很多次 然后在全国的话呢 就断业赛 呃 它是前二十名可以定职业段 我最好的一次是第二十九 嗯 很可惜 嗯 那个女子国家队 对 是从二零零二年成 二零零零年成立的 嗯 我是属于是第一批的入选的选手 对 嗯 因为那个时候 韩国的新锐女棋手非常多 就是实力不俗 当时 中国已经感觉到了威胁 所以说当时 嗯 就紧急的成立了这么一个 威胁队 嗯 对 当时有 嗯 一共有四个女棋手入选 而且当时我还是业余棋手 我还没有入断 它大概就是有一块棋盘 然后是十九个 十九行 十九列 然后一共是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 然后我们下棋的时候是通过 嗯 就是往棋盘上 就好像这一片棋盘是一片很空荡的区域 你通过用你的棋子 然后把这片区域进行划分 然后你 画给你自己的区域 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吃掉对方的棋子 来画给你 还有一方面你就可以把它围在一起 就像打仗一样 你占领了一个根据地一样 然后 当 就是双方开始在一很大片一片区域上的时候 你们都是先去往空框的地方站 大概站的差不多了的话 就比如说棋盘是一个方形的 你先把四个角都站完了 一人两个 然后 在这个期间 比如说还有边还有中央 就还会有很多公共的区域 当你把这些公共的区域大家都抢 都分完了 分的一点都不剩了的时候 然后 我们会 所以这盘区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会根据你抢了多少地方 来判断你是输适应 从端尾上来说 业余一段到一月八段是 逐步上展的 然后业余一段到五段是 你可以在中国棋院去考 去考试 参加一考试 然后过了就可以得到这个段位 业余六段必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然后必须达到前几名才能到业余六段 第七名是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而且达到第一名才能是业余七段 然后业余八段是参加世界性的比赛 达到第一名才是业余八段 然后业余没有九段 然后从职业开始 你可以业余五段就可以去考职业了 然后职业是从一段到九段 一段是最低的 然后九段是最高的 然后职业段位就可以以围棋来吃饭 靠围棋吃饭 那实际上业余段位和职业段位之间 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可能业余六段和职业初段 并不是哪个在哪个在上哪个在下 那么比如说像很多的职业 拥有职业段位起初来说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我让其他很多人拥有职业段位 但是他围棋已经逐渐的成为自己一个 平时业余生活的爱好 那么起码不会去 打正式职业比赛去挣奖金 这个是职业棋手 我觉得这个是职业棋手一个标准的定义 相对来说很多业余棋手 比如说中国的胡玉清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中国的业余里面的最高的水平的一位选手 他虽然是业余的段位 他没有职业段位 大概是业余八段 那么但是他平时的 他是以为期相当于他的职业 他可能一年下的正式比赛的盘数 大概在六七十盘甚至更多 类似于他的也有一部分 也有业余棋手 他真的是把为期当于他的职业来做 大概中国有三十位左右九段 差不多 差不多 您讲讲中国的三百多个职业棋手 对 一般的午餐 一般我们会在职业中 我们在职业中 我比赛争 比赛争 比赛争 我得比赛争 我当时 后我们比赛争 我们去职业 鱼 这位女士连受人打给球 我们在我们正在助运动 我们回来 教授会让我们玩的游戏 当我们玩的游戏游戏 他会作评论我们的游戏 大概在98年的时候 然后当时因为学业也重了嘛 这两条路不能一起走 所以说就想选择一下 最后是到底是下棋还是上学 然后我选择了下棋 是早上九点钟开始训练 然后训练到十一点半 吃饭 然后中间有个午休时间 下午一点钟开始训练 训练到四五点的样子 对晚上就基本全靠自觉 一般来说我刚刚去的时候 是晚上七点半开始训练 然后你想训练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当时是百分之百放了围棋上 课已经几乎都放弃掉了 有这么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课就学业就完全放下了 现在其实我当时的那个这种百分之百的投入到围棋训练当中 学业完全放了 其实在现在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这个中国的学棋的环境的当中 因为很多人他梦想着能成为职业棋手那样的话可以以后社会地位或者下比赛拿奖金这些 他真的梦想着达到这一步 但实际上围棋这条路还是比较艰难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其实放弃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最主要就是学习学业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样不太好 比较的冒险 首先是因为全家把所有的希望不管是财力上还是甚至父母都有的陪孩子来到北京学习 这个全家的投入非常大 那么如果他们打不上这些段位的话 实际上对这些孩子以后选择什么样道路 是一个非常非常冒险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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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尝试 因为毕竟每年只有十几个人能打上段 那么很多人还是被淘汰掉 这样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发展 现在在中国学习学习学习的年轻人 有些时候我认为他们接受了两个比较多的训练 例如威气 像音乐 像写音 像写音 或其他游戏 我认为,如果孩子真的喜欢这些游戏,不认为这些游戏, 我认为这些游戏,我认为这些游戏的游戏是不太喜欢这些游戏的游戏, 但如果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学习这些游戏,他们会很累, 我认为这些游戏的游戏,我认为这些游戏的游戏是很好的游戏的游戏。 我的父母真的非常严重,他想我成为一个专业的游戏。 我认为了很多游戏,我负责了很多游戏的游戏,因为其他孩子在游戏游戏的游戏, 我必须做游戏的游戏。 我也学习的游戏游戏, 14 Vol ductICU, 当觉得我的聪明正里生活的游戏游戏,, 我的父母真的不在习程中知道我的孩子, 什么经浊中为我学习的游戏游戏。 的游戏游戏游戏劫分化, 太怪了 因为我可能还追寻我父母的那种教育方式 我记得当时他们对我跟我哥哥姐姐 没有任何要求的 只要你们高兴 他也不会问你学习是好事是坏 你学的好他会夸你 你坏了他也就从来不再说我们 我现在好像对我们孩子的方法也是这样 可是好像在中国不太适应了 因为现在竞争很激励 有时候很多家长会陪着小孩 比如说一个礼拜星期六星期天 全天都在外面上课 然后再接送小孩 我觉得中国家长太辛苦了 因为我爸爸出身他并不是非常好 他的出身就比较像农民家庭出身的感觉 所以说我父亲跟我说 他小的时候 由于家里比较穷 而且孩子比较多 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很多时 就很多时间 并不像我们是这么幸福 他要帮家里干活 除了上学以外 所有时间都要帮家里干活 然后他想偷偷玩一点什么东西 如果被我爷爷发现 我爷爷会把那些东西全都没收掉 所以说他小的时候 他跟我说好像就七八岁的时候就下地干活了 所以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要艰苦很多 然后我爸爸总跟我说 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家庭可以一代比一代更好 像他说他已经从他家的农民阶级已经到我们现在的城市 然后把我送进了很好的大学 我觉得他已经 他说他已经觉得他做得很可以了 然后就把希望记得在我身上 我觉得压力肯定会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很多时候适当的压力会让你更有动力 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学生可能放弃了自己 或者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在可能在出高 尤其是出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很容易犯错误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走错路的话 会对以后自己以后就是造成很难以 难以就是改 就是非常影响非常非常恶 非常恶劣 我觉得 所以说 一方面我觉得在 那个是在我的那个阶段 然后可能我父母对我的一些期望 适当的压力会让我就是不会去去避开那些错误的东西 然后去走一些正确的路吧 现在的孩子们接受了很多年纪录 现在的孩子们接受了很多年纪录 比较多的20年纪录 but anyway i i think this training is very useful for the for the idea in this training they could you use how to be cool in the disaster how to be rational when you face the many many choice so i think this characters is is useful to be to be a perfect man 因为很多事情你用围棋都可以来 就像打笔方你都可以用围棋 比如说围棋里那种后市和实地那种感觉 就像我觉得跟就像怎么说 就像比如说金融里 你拿现金还是股票或者是证券 就是他俩其实我觉得本质上都很相似 就像现金你去对应实地 就是很眼前的东西 但是后市就更像是一种投资 然后他以后你能做得好的话 你会发挥很大 有时你会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用的不好的话 这片后市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围棋在很多方面都是互通的 围棋对小孩子有什么帮助 这个帮助我觉得很大 首先我可以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就是下围棋的小孩基本上都是很大 就是比较聪明的 应该是这个应该基本上一个共识 就是说首先 因为围棋它对于思维的 逻辑思维训练很强 其次如果小孩比如说五六岁的时候学棋的话 他其实上那些算术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就不用再学了 因为围棋的本身就是在计算 他在木树的计算 那么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让他们去静下来 坐下来 你说很多小孩很调皮 他坐不下来 下围棋的话可以帮他们把心静下来 坐下来 以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么对于小孩来说 帮助还是很多很多 对于他们以后上学 我觉得围棋本身就是一个训练思维的过程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下课 我就并不耽误 非常好 以后的话 他们即使如果上了中学 包括上了大学 实际上围棋可能就一直伴随着他们 可能一直也就可以 有时候也可以当做一个小姐 也可以当做一个个人的爱好 或者以后甚至到社会上以后 也可以把围棋当做一种个人的一种 一个发展的一个途径 这个我觉得很好 他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时候 所以他还不是个完整的人 对吧 他是小动物 我一般现在对他像个小动物那样处理 所以我就不生气了 这个状态是这样 大家懂这个暴力吗 其实他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他还没到这个时候 你对他提出这个要求干什么呢 有些孩子在这里吵闹 你生气 有些孩子在上课不乖 你生气 有些孩子上课的时候 要坐在爸爸妈妈怀里 你生气 不用生气 他是小动物 他还没成长 他的精神 胚胎道德 萌芽 都没到那个状态 他能力不够 你生什么气 你要告诉爸爸妈妈说 不要生气 然后把这段道理告诉他 家长站在那里 我运气真好 怎么碰到这么好的老师 一百五只 比赛呢是北京市正常的一个集位比赛 学围棋的小朋友呢 学到一定的阶段呢 他就要参加比赛了 参加比赛的目的呢 不是说要去获得什么名字 而是呢一个party 那个小朋友可以在一起欢聚 然后通过这个比赛呢 可以互相找到自己的那个朋友 然后通过下棋呢 可以锻炼自己的心智 比如说他遇到一个挫折 他遇到了一盘棋 他输了 他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他就要学会怎么来面对这个困难 他就要学会怎么走过这个困难 那比赛呢因为很紧 一天要下十盘棋 所以整个比赛过程中小朋友的心灵啊 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他的心智 其实比赛是我们教学的一部分 比赛不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它是教学的一部分 它会让我们的教学在比赛的时候 得到一个发展和发挥的作用 那教学比赛的目的 不是说要去培养出一个冠军 而是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通过比赛 来让自己的能力又提升一下 北大他这个围棋队 我听队长说最开始设立的目的就是跟清华下对抗赛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听队长说是我们好像是下不过清华 第一届输掉了 然后后来就是基本上我们赢的比较多 然后今年我们又赢了 而且我们是第五次就连续五次赢得这个比赛了 因为我们最近北大 从就这几年每年都在招一两个围棋套长生 但是清华好像已经有四五年没有招过了 首先棋盘上的棋子有三种状态 一种我们管他叫活棋 比如说这样的 一块黑棋活了对吧 永远吃不掉 他有一种状态 比如说这样的棋 我们管他叫死棋是吧 这一串死了 因为你看现在白棋把它团团围住了 把黑棋团团围住了现在 围住之后这串黑棋就死了对吧 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吃掉 白棋走 他提了继续送 这棋是死的 他们还是初学大约90%都是不会下的 一点不会下的 他们学吧 推广嘛 就是说来推广他们 因为琴棋书画嘛 对这个一般的传统说来觉得呢 这个读书的人呢 这琴棋书画也得在行 这围棋呢 占了其中一样 不琴 那琴就不用说了 有钢琴呀小提琴呀 琴就不说了一大堆对吧 然后书就是书法 怎么样写中毛笔字 画呢 画过去认为是中国画呢 现在西洋画什么都算 这也是一大类 那其中一类就是琴 过去指的是围棋 那现在西洋棋呀什么棋都算 所以他觉得琴棋书画应该赞赏一样 所以来学的人还是挺多的 来学的而且 吃了那实际上呢 他是吃的这个 你提的这个 这时候呢 婴啊 现在还真不错 打这个 这个白棋棋感是真不错 看来 这去接上了 接下来 但是我们最第二节课就说了 要设法把自己棋全部怎么样 连起来 这时候有哪步 你看几个段点 一个两个三个 应该捕哪个 下到哪个 地 好的 应该下这地 应该下这地 第一个 我们通常比较 一层在一层的角落 在一层的角落 在一层的角落 四个角落 在一层的角落 一层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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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层的角落 我记得中国古代不有一部孙子兵法 就是兵法可以跟围棋融合得很好 然后而且就是围棋好像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古代将军们很喜欢下的一个游戏 是在这个古代社会棋书是有些的是统治阶级把它封锁 不让老百姓知道的 因为会棋的人脑子很聪明 可以组织军队打仗 棋就是相当于打仗一样的 所以古代的棋书在古代有一本书的图书分类的 叫汉书一文字里面把它分类 列为兵书的范畴和孙子兵法放在一起 那么我们说这个孙子兵法里面的这个兵法里面呢 有一些战斗的方法是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最高级的战斗 最高级的那是有礼貌的 是避免杀戮的 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战争该不该打 一个是说怎么打 戒指就是说该不该打 有些战一看打赢了对我这个不利 我就不打我能吃我故意不吃放在这 比如说先冲战争说吧 你过去那个地雷 埋那个地雷很厉害 光的一炸还炸死好几个 说厉害 现在就不是那个理念了 现在这个地雷它埋得特别小 比如也是埋得特别小那个地雷 光的一炸它正好把你脚炸伤了 人好好的炸伤 他一炸伤就发现糟糕了 这阶级这个人得在呀 那部队那么正在打仗 但是还得有人抬 那可不是一个人抬得了 那美国大片美国大片能抬 实际上一个人根本就抬不了 起码得四五个人来抬它 它好着的你必须抬着呀 对那抬着 抬着呢这个打仗不就受牵制 你老抬着个伤员 受牵制 那受牵制呢 然后呢接下来你还得准备医院呀 你暂地就得有医院来处理它 你还得配医生还得配护士 完了之后你还得把他送回国 送回国政府还得养着他 可是他受了伤心情不好 每天在马路上喝的酒 骂街这个美国片我见着了 越战老兵就这个样子 受了点伤每天在那骂街 这样政府负担就大 这样整体说来 你炸伤他对这个战局说来 远比炸死他这样 炸死大家把他埋了 英雄对吧 回去就完事 政府给点辅述 这事完了 你炸伤他 政府压力多大呀 首先对战局就不利 好多人要帮忙对吧 养着他弄他 回去他每天骂街 这个政府心里就不好受 对他压力就大 所以说呢 从这个战争说来 也是把他炸伤 比炸死有利 那围棋也是 我一看这个战役我能赢 可是赢了之后 对全局不利 这时候就不大好不好 那么就是 因为战争最终的 这个战争这个思想 最终是走到中国一步道教上 因为老子这些方 老子那本书记也叫道德经 把这些道理呢 早就都说了 那就你看得赢了 那实际上赢不赢 还真的不好说 所以说那个时候 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那就有个棋义史 然后当时下棋的人 很多 我爸也算 其中的一个摘爱好者 就是这样子的 就开始学上这围棋了 我下围棋是在二十五六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开始学习的 然后一直下到现在 这个公园 因为我就在附近住 所以我几乎没有事的时候 天气好的时候 我都到这儿来 对对对 但是我很少下 对对对 因为我心脏不太好 对对 一下就紧张 所以对 一紧张呢 因为下棋总有输赢的要求 和希望 谁也不希望输 对对对对 因此心情就紧张 对对对 精神紧张 血压就容易 产生变化 所以我很少下 但是我喜欢看 我小时候可能天生的那种 就是有点比较疯的想法 那时候我爸呀 总不让我去出门 尤其不让我去爬山呀 这些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我又有那种梦想 我觉得应该去长城玩 然后我就自己看那个交通图 我就去买 然后自己有月票嘛 当时月票 学生只要两块钱 我就自己坐着那种公交 然后再倒火车去的长城 去玩了我一回 可是那回惨了 那回因为去玩了以后啊 上一道还好 因为小孩嘛 就晚上跑跑跑 下来啊 可能是 可能太累了 一下给摔摔着了 摔完了这个腿呢 当时就就就就肿了 肿了到现在 后来就从那回落下残残疾了 啊 而且我没敢跟我爸妈说 嗯 我就说 嗯 那个不小心 怎么怎么 我没敢说去去那么远 我怕我爸妈跟我去 那个时候就是 再说就是再过两年 过两年啊 就是说身体啊 他那肿好了 可是他腿啊 走不了路 当时是腿走不了 可是呢 我会拿我的右腿去蹦 那个时候 我我我的右腿特别有劲 我可以在我们那个房子 能把我们那个楼房蹦 蹦蹦一圈 或者下去去找小朋友去去去聊天 去干什么都都可以 嗯 然后我妈觉得我有点太没有事干了 然后他说就带着你去出去转转 嗯 因为当时啊 因为我还是在我们的棋艺室去下下棋 他们觉得我棋艺室还能下 那棋还挺不错 然后就让我妈 那个一开始我妈是背着我 到那个北京文化工 那有个职工活动的场场所 当时北京那些成年棋手厉害的 都在那去下棋 我呢当时是一开始啊 就是在外面下 不能进里面 因为里面全是高高手嘛 大概混了有一年 可能跟他们里面也熟了 有的时候就就上里面去跟他们练 那样棋就长得越来越快了 嗯 他有很多那个茶馆 他下围棋就不会在地上 不会在公园露天的场合 他更多的是呢 就是更多像古代的围棋 他喜欢的就是说 除了下棋之外 这个棋 我还要这个下棋的环境很优雅 很舒服 听明白没有 就是说下棋是一种很很高雅的事情 不能在马路边下棋 这个房间专门用来下棋的话 这个房间就太奢侈了 为什么呢 现在中国的房子非常贵 几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用来下棋 他不开个餐馆就挣钱去了 就是都和经济发展有关系 和这个和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啊 节奏啊 人很平和的心态 想着一个优雅的 一般我我们现在 我现在下棋也很少下棋 一般下棋的时候呢 就是在电脑里面下棋 在网里面在网上下棋 或者呢就是要参加一些比赛啊 或者是就是到一些棋 棋院去下棋 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下棋的这个环境呢 现在没有那么好了 有很多在公园里面下棋 都是退休的啊 那小孩在那下棋的也比较少啊 也比较少 或者劳动人名号宫 有传统的下棋的点儿 就是说以前呢就是在 没有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公园的下棋 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自己戴上棋具 棋板啊 天气好的时候也是很狭义的事情 我们这一部分人叫做野战 什么叫野战 就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 对对对 不是从定式起 定式学起 而是跟着自己的思路 想怎么走怎么走 没办法和正规棋手 算了 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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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下棋 喜欢 爱好就行了 喜欢 就一种什么 娱乐 就一种娱乐 你说 我都没事了呀 我就退休了也是 知道 也没事了 你让我也没事 我自由主义着 想干嘛干嘛 对对对 好我来的好 我这有十年多了 十年吗 多还得 将近二十年了 这一部分的特色来 这一部分的特色来 你看啊 你看啊 快你看看就是 刮风下雨 四季都来 什么春夏秋冬啊 都来 不刮大风的夏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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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来 这个只问你要喜欢 爱好 没有冷热在哪儿 没有春夏秋冬 是吗 十一月回来吗 来 我来 你要过来啊 十二月以后来吧 我这个下雪都来 下雪都过来 下雪都过来 干嘛你过来看看 没有冷热 没有春夏秋冬 没有那什么 我要哪个 哎 哎 好 行 到这边了 没事 和老虎 到这下棋 没事 没事 工程多往上来 一会儿你跟他讲 对对对 我基本上天天来 哦是吗 我就在附近住 哦对对对 离得不远 我们都在附近住 在炎梁 有很多哲理在里面 嗯 中国古人呢 他把这个叫 这个叫天园 这个叫地方 对对对 中国古人呢 是科学固法的 他认为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对吧 这是古人的 科学思想 所以说呢 他就把这秦凡呢 我们的祖先 就规定了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天园地方 他在这里面是变化如何 你说 白的 白的 代表羊 代表羊 黑的代表阴 中国讲叫阴阳啊 对对对 阴阳啊 阴阳呢 应该说是用的很多阴阳 正好是围棋 一黑一白 这不阴阳呢 那阴阳在棋上呢 更多就是说呢 围棋是少有的几个 别的因为他黑白是关系非常的大 而且呢 他是个公平的棋类 你像呢 实际上 中国有中国象棋 世界上还有西洋棋 就是国际象棋 他那个棋的特点就是 一个是仙下的一方 肯定占便宜 没什么可说的 而且没有什么补偿 仙下就是占便宜 可是围棋呢 他仙下有个还子 他就是说我仙下 就要还给对方一些子 这样呢 仙下就不一定占便宜 所以呢 现在就说让你挑 由于他有还子 比如过去还四个半 有五个半 七个半 还多少的都有 这是个学术问题 因为闹不清楚究竟该还多少 所以这样一个还 造就了还子之后呢 就造就了 大家就不知道该拿黑器 该拿白器 所以职业的不挑 他就说猜一下吧 黑就黑白就白 让他挑他也不知道 我该拿黑该拿白 他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那么他下棋的时候呢 黑棋的下法 跟白棋下法 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 黑棋就叽叽主动 白棋就退让人守 那完全不一样 正好跟中国说的那个阴阳比较像 对吧 阳是什么样子 找的吧 他就阳叽叽主动 对吧 进攻他都是外在的 下的尽是些不常规的 他要叽叽努力 而阴呢 他就用不着 因为他慢一步 他更多是退让守 就是说 从国际上的情况来说 每个子都是有阶层的 就他有王有后 然后有马有车 然后围棋每一颗子 都是平等的 就而且体现出了一种 就那种那种哲学上的平等的思想 人人平等的思想 只是你这个子发挥的效益如何 就你天生是平等的 但是你要摆在哪个位置 更大的利益收获 所以和国际象棋非常有区别 国际象棋就每个子已经确定他的权位地位了 然后再来派这些子去做什么 所以围棋 从这方面来说 更接近那种哲学思想 三个围棋最重要的人 我觉得是聂伟平九段 你要说中国 中国就应该说是聂伟平 聂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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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就是我们要提一下聂伟平 聂伟平 是因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 他最初的竞争 就是烟业球员 呀 именно 这个队属有很高 没有聂岳平 中国没有那么多爱好为奇的人 整个中国现在一直热了几十年 主要功劳是靠聂岳平 而且他的功劳还不仅是在齐介 他很多人都知道聂岳平 聂岳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名人了 他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应该说是什么 就是他让中国人振奋起来了 而不是说光是围棋 因为当时中国好像是百废待兴的时候 从文革刚刚出来 就需要一些就是说振奋人心的东西 去提起中国人的那种士气 那个时候是他做的最好 还有一个人吧 必须得说吴清源 就是吴清源 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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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赞 那句话就是特别老 他是天赞 不干净任何 他都说是巨发什么呢 吴清源 他是中国人 但后来他得到日本的国家 最多的时间 他在日本的国家 吴清源 他在日本的国家 他在日本的国家 在那一段時間上,但他曾經擁有所有的想法在最初的歷史上 很多日本人們當時都很驚訝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游戏可以在这种风险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Wu Qingyuan已经遇到了游戏的想法 但是现在我认为在中国我们有很多人在游戏 我们有很多专业游戏的游戏 陈毅就是逐渐任职 比如说外交部的部长还有后来的副总理 他一直对Wu Qingyuan的中国威胁事业给予了非常多的关照一些帮助 可以说其实没有他的话 当时在中国的文革期间 可能Wu Qingyuan作为当时的一些文化 这种被打压的文化可能Wu Qingyuan就不复存在了 在1950年或1960年 The Witch of China is very weak at that time The best China players They could only competed with the best A matter player of Japan at that time At the first game At the first game At the first time Chinese people play Chinese Witch of China The Witch of China players Defeated by the Japanese people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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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说的很惨痛 56 games lose 1 is a love game Only 2 games win But nearly 10 years later Chinese people could win nearly 30 percentage of the games And at the 70s The Chinese Witch has catch up with the Japanese Korea people The Witch in Korea Have grown up somewhat later than Japan and China The last 10 years of last century The 20th century The Witch grew very fast And in about the year 2000 or so on I think at that time They we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But these years Chinese Witch players It's catch up with them And now I think Chinese Witch and Korea people It's nearly equal Yes 韓国呢 他的围棋 比较倾向于 实战性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企业 会看起来 有时候看起来形状不是太好 但是很实用 实用主义 日本呢 就是讲究 形式上很很漂亮 看起来形状很潇洒很完美 那么他们呢 但是相比于韩国来说 他们的实用性要差很多 包括他们的征盛的心态 就起手征盛的心态 也不是韩国人那么强 那么中国呢 就是在日本和韩国之间 可以说中庸的一个 一个思想 大概可能跟中国儒家 文化一般关系 那个基本上讲究中庸嘛 中国的话可能 以前受日本的这个 那种影响 多一些 大概是讲究 形状好看 以后 以下的要 下的要尽量的 不是那么 那么 完全的追求实用 但后来慢慢的 因为韩国围棋 在上世纪90年代 慢慢的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围棋的 那么一个第一个围棋之后 中国要韩国学习 实用性也逐渐加强 日本的 我们说起来 可以说觉得有点保守 定好的事情 它很难改变 是吧 这是他们的民族 这个习惯 它好定好的东西 你给它讲 它很难改变 围棋也一样 这个相对 这个相对 中国韩国 现在发展的 它这个大的思潮思想 它比较放开 比较敢 可以打破过去的一些东西 所以日本的保守呢 对它的体制啊 这个方法体制啊 都是对老棋手比较好 保护老棋手 对一些传统的东西 更加保护 什么韩国 韩国比较喜欢 不太喜欢定式那一类的东西 完全打破 就自己把个性能够发挥 个性 韩国的围棋呢 就是说按中国古代的 它是什么 它全是战场上杀出来的围棋 所以呢 韩国围棋下起来就更加 注重实战 啊 注重实战 那么呢 它呢就是说在实际上呢 就是围棋呢 最终的是一种战斗 战斗呢 就显得韩国呢 在战斗过程中呢 显示有非常强的生命力 啊 非常强的生命力 美国朋友如果学围棋 通过围棋 他能了解到 东方人怎么想问题 嗯 因为 这里面 有很多东西 内涵的东西啊 是东方人思维 就想问题的一个方法 都是跟围棋很相似 嗯 他想问题 他就不像西方那么直接 对吧 嗯 那么直奔主题 对不对 东方人思维 它是先有铺垫 先要考虑到左右 的关系 然后再 数据 再落子 他落的子 他一定有很含蓄的 还有隐藏着后面的 各种关系的想法 里面的 那就是比较深了 了解了围棋 他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想问题 下围棋的人特别和平 我跟您那么说 下围棋的人特别和平 没有坏人 因为他心眼多 用了棋上 哭 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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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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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住手 二十九十年 完整 二十五年 这一年 我认为 到 secret 最爱 十五年 这一年 到尸手 马政 最爱 现在我读硕士二年级 还有两年 不到两年实际上都毕业了 未来肯定硕士毕业之后肯定就工作了 找工作 找什么样的工作 现在正在探索阶段 自己也没想好 但至于会不会跟围棋有关 我想可能性比较小 毕竟围棋的话 但实际上在中国围棋的市场并不是太大 所以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迷茫做什么 但是时间又不等人 那么这个确实我自己也没想好 得慢慢的去不断学习 不断的去提高自己吧 只能这样 前我这儿好像是好什么都干过 当过社会员 当过建筑工人 还要当过快点 是吧 国也插过队 好 那反正也不 如果现在中国还可以吧 还行 过日子还可以 现在还行 现在不过 过日子还可以 现在就知道 自从中国就知道 入了市以后 住了那个什么大队提高以后 当时生活多特别 当然我们现在的就是说 反过来看 现在的这个社会已经发展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那么我们现在下棋了 我们下棋的待遇了就相当于古代的王公贵族的待遇了 只有王公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 才有琴棋书画的这个权利 老百姓就是就是种田的就是放娘的 这是打猎的 这是老百姓 只有贵族才能够下棋成的 但我们现在已经社会发展了 人民都生活水平提高了 那么下棋了应该是丰富的东西 我们不再为了什么今天吃不到饭 要去干什么 明天干什么 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那么大家的就是说 要这个下棋了能够提高智力啊 能够使生活更加丰富一点 那是很好的事情 来 散开一点 散开一点 不要弄到镜头上面 不要喷刀上面 不要喷刀刀 不要喷刀刀 别忘了 我来了 脸太大了 真的可以 阿哥 别弄好这个吧 我的看 起来起来起来 你能看这个 你能看这个 不能这样弄到别了 关子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